最近蛛事不順嗎 小心水逆找上你了 車來了 我就是要先把行李扛起來 然後再人再過去 然後我就是一個亮槍的 然後就是 然後我腳也沒有踩 所以我腳也進那個鳳梨 那一天居然有帥哥 所以我想說可以來聯誼了這樣 接著我現在走過去 要跟他牽手的時候就這樣 爸爸 然後我當天的桃花就沒了 然後就起來 然後就先穿寶寶袋褲 然後走去外面想要看一下幾點 啪嗦 然後就掛在牆 穿著妝就掉下來 好可怕 就突然掉下來了 這麼毒啊你 對啊 會脫的音樂女人 我知道水逆是什麼 我不知道 聽不 水逆 那是水人的權利 我 我明白水逆 要不然你問他 唐老師 嗨 大家好 我是黃啟洋 歡迎… 是不是 當然到底有多衰 水蜜到底是什麼答案 好啦 我覺得水星逆行 水星比較倒楣 好不好 因為它已經成為我們每個人 吐槽的訴苦的對象了 水星是什麼 水星在我們的摘星裡面 它掌管的是溝通 交通 說話 表達 所以它跟現代人生活息息相關 當它一逆行就表示說 我很容易誤會妳 妳很容易聽錯我的話 或者是車子 妳很容易迷路或車子故障 或者是3C用品出現問題 比如電腦的資料遺失 當機 壞掉 或者是任何電腦操控的 就會造成我們種種的不便 所以現代人就是開始意識到 因為以前流行星座 現在流行開始懂星星的秘密了 所以現在先從水星逆行開始 因為水星一年會逆行 大概三到四次 這麼多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一次多久 一次大概 一次三個月 一次大概一個月 一次大概一個月 對 所以它就會造成我們這一段時間 很多事情都是重新再重整 或者是調整 所以大家已經開始意識到 水星逆行挺準的 真的會不順 然後就一直Focus在它不順的地方 所以接下來發生的任何事情 包括妳的貓飼料掉了 或者是貓不吃飯 都是跟水蜜有話 貓飼料掉了還好吧 貓掉了比較麻煩 我的意思是說 芝麻小事都會怪到水蜜了 不過我個人覺得 水蜜還有一個精神上的意義 就是讓我們回顧自己的過往 我也覺得很好 還有關機再重新開機 對 或者是早就快換 該換了 妳一直不換 妳現在就可以換掉它 對 對 或者是妳有機會再去 跟別人把以前想說 但沒說出來的話 再說一次 都不想要花錢 水蜜來的錢 妳就突然都花掉 真的 對 超花錢的 而且水蜜很容易遇到老朋友 或開同學會 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 不管它在什麼星座 都有這個特質 好 在聽妳們的故事之前 就是悲慘故事之前 我們先來一個 開心一下 來直覺測用 測了以後會更悲慘 好 來 大家來測一下 這題目很簡單 妳去領養小貓 現在是領養代替購買 對不對 好 有很多人在跟你搶同一隻貓 那妳直覺 這個跟你搶貓的是誰 來 1 他來幫女兒領養貓咪 他是一個爸爸 我想為我女兒 帶一隻貓咪回去 好愛心 我覺得一定是這一個 OK 2 一個很有愛心的OL 他就覺得 貓咪沒有人養 好可憐 雖然我就是 每天要努力上班工作 時間也不多 但是我好喜歡他 的OL 3 喜歡貓咪的少年 他就是一個 可能國中生吧 還是高中生 可是他就是很喜歡 然後一直想著要怎麼回去 說服媽媽的一個男孩子 4 很沒有禮貌的一家人 那隻那隻我要 不好意思 可能是爸爸媽媽帶著小孩 然後在那邊 我要 我要 我不管 我不管 我就是要他 你覺得很煩 不想讓給他 來 直覺誰跟你搶這隻貓呢 確定有小貓 有人跟你搶同一隻貓 覺得牠是什麼人呢 請一直覺作答 選好就請唐老師來公布答案 我們這一題 大家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測的是 遇到衰事的時候 妳的處理態度是 什麼 好 那我 妳要怎麼看故事 妳是什麼 妳要怎麼看故事 火象 從紅糖黑石頭 我 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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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秤一定都是很緊 對 然後其實一開始 對於水膩這件事情 腳中都沒膩 就是有聽 可是一直以來都沒有懂 我想說到底有 能發生什麼是水膩 對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可以叫水膩 然後終於就是現在 深刻的體驗到 什麼叫水膩 然後因為我簽證去日本 然後去日本我人生 終於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訂機票 嚇我一跳 然後我訂了之後 我就很開心錢也付了 確定OK 付錢成功 然後我就當天早上 想說去機場那個化位 然後給空姐看我的護照 她就說 我日期搞錯了 然後我說什麼 我訂到明天 說對 妳上面的確不是今天 是明天 所以妳 意思就是我訂錯 然後我想說天啊 我就一暈 我本來一開始很開心說 我終於自己 成功的訂機票 然後我說 我竟然訂錯 那我現在怎麼辦 然後我現在就是 那時候當下一片空白 他說那妳是要明天再來搭乘 還是我幫妳改機票之類的 我說當然要改 因為我所有的朋友 他們都是今天 然後行程什麼都排好了 所以我也無法就一個人玩去 然後我就說好 那妳可以幫我安排 就是改成今天嗎 然後他說好 今天晚上有一班 然後他說 可是因為價錢的部分 要稍微調整 因為當 那種東西就是 妳越晚訂 妳就會越貴 我說好 沒關係 因為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 我就只是想要把這件事情解決 妳補了多少錢 妳是多少錢 妳是多少錢 因為我當下我就很執著 因為我不敢一個人 商務艙 就是我怕我 我怕 好了 我怕我 對 我怕我隔一天 我自己去我會慌了 然後反正我覺得很酸 就是我又多花一萬塊 就等於說我用商務艙的價錢 去坐了經濟艙 就是很後面 又中間了爛位置 然後到目的地的時候 就是我朋友 臉有點臭臭的 然後我也很不好意思 因為都凌晨來接妳 對啊 不然要睡飽來接妳 真的 要是我是妳的隊友 我想盡辦法脫隊 妳要跟你出去 對 我覺得第一局 就這樣這麼慘 就是我也不是故意的 誰是故意 沒有人會是故意 可是就是衰 對 可是這件事情 我還不會覺得自己 就是衰膩 因為我覺得好 自己不小心 妳當然不衰膩 衰膩的是隊友們衰膩 真的 妳講得很對 我沒有害別人 我怪我自己就是 沒有很仔細的看好 可是接下來 一而三再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就是真的是我衰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去日本自由行 就是在那個逛街 然後你知道社國 是人非常多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朋友 就是買東西 大包小包要趕快過馬路 然後他們馬路是很大 那種每個人交叉 有的是米字型的 對 就是那一種 米字型 交叉走的 所以每個人就是到處亂串 到處亂串的那一種 然後剛好我們是要過 垂直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看已經要紅燈了 我想說不想要等 所以我就拎著東西 我就跟我朋友 然後跑到 真的要到馬路中間的時候 我突然被一個年輕人 撞飛 她要紅撞 真的 好好吃喔 相互選手 然後倒掉就算了 我就砰這樣子 人生跑馬燈 然後我的東西就四散在馬路 然後那高中生就在我眼前上 飛走了 然後終於是紅燈了 你知道嗎 紅燈之後 你就開始看到有些車級這樣來 然後我就趕快 起來不行 然後這時候想說我要收東西 還是人要趕快跑 可是我想說不行 我還是要收東西 然後這時候我朋友 當然也不可能拋下我走 然後我朋友同時就跟我在同一旁 我就是朋友隨意 朋友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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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清楚 走得好 不好意思 然後我都快嚇死了 因為就是陸陸續續 有車要來 然後日本雖然就是 對 他們算很有禮貌 他們不一直巴 一直巴 他們還是就是願意 要不要繞到 要不然就是停下來 然後我就趕快收一收 然後趕快跑 我就覺得天啊 我也太衰了吧 我長這麼大 第一次被撞飛 也就是在日本的街上 而且我覺得我都是 水利在交通方面 對 我跟你講 最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好不容易從日本 我人要從日本回台灣 我一樣要搭地鐵去機場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個人扛行李 行李很重 然後車來了 我就是要先把行李扛起來 然後再人再過去 然後可能那時候是因為 行李很重 或是不知道怎樣 我就是一個亮槍的 然後就是行李卡到那個鳳梨 然後我腳也沒有踩穩 所以我腳進那個鳳梨 然後我想說 她說怎麼辦 我整個就是不知道 要搬行李還是要請 怎麼會那麼笨 我上次也在日本 看過一個阿伯 跟你一樣整個腳卡在裡面 是一個60歲的阿伯 然後他喝汪了 所以一隻喝汪的人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一腳卡進去 不是年紀的大小 是每一坑都會是年紀的大小 不是年紀的大小 不是年紀不行了 你在第一個步驟就不對了 為什麼 你要人先上再上行李 因為那個原理是這樣 比如說你是 你是上車還下車 上車 你拉那個行李對不對 對 你不能夠行李先 提上去 你一定人要先進去 然後這樣子把行李順著進去 這樣拉起來這樣拉起來 嗨 我不想再錄這一集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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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去那一坑 才第一個 才第一個 她今天還很笨 然後反正我就卡在那 重點是我今天傻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要人起來 還是搬行李 好痛 然後這時候還好 因為日本每一站都會有人 在那邊就是指揮這樣 然後她就阿伯 就是一個阿伯 然後就衝過來就是救我 我先把我扛行李之後 然後再把我的腳拔出來 然後我就默默的就是很丟臉 然後進車廂 然後每個人都在看我 然後所以我就默默的 就是走到一個最遠的一個節奏 下來 我就滑了我的滑板車 滑板車滑了太多年了 滑得超好的 然後就很有自信 就這樣滑滑滑 我以前都會看地 可是因為我看著他們 然後很帥 一滑 然後就整個人 180公分 加那個滑板車大概8公分 整個大雷潭 那種人是爸爸 哈哈哈哈 哈哈哈